大家好,我叫Bruce,我在香港名南大學畢業,我現在就在新加坡,我來新加坡做什麼呢? 我就參加了學校的一個internship program,是由Empire Consultancy提供的,我就來了大概一個多月了,這裡的環境上好,我就在做關於食物的事情,在柏維酒店做一個服務員, 這裡帶給我很多奇怪的東西,譬如上司會跟我說,你去吃飯,但是我不知道要吃飯,為什麼呢? 因為他說要高麥加納,麥加什麼叫麥加納? 其實原來這裡的sanglish,這裡有一些關於馬來西亞的語言,是夾雜在裡面,很多種語言夾雜在裡面,所以你要聽得久,你英文好來到這裡都沒有用,一定要來得久才知道什麼叫新加坡的英文, 我們就住在一個由Empire Consultancy提供的很大的一個住宅給我們,一個別墅,類似一間大屋來的,我們有香港的同學,或者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, 例如泰國,泰國,韓國,例如菲律賓都可能有的,內地的同學都有的,我覺得這次我就跟香港的同學一起住, 但我覺得如果跟其他國家的同學一起住,你會學到很多不同地方的東西,我們這裡就是學不同地方的culture, 和不同地方的特別之處,我翌日的志願就是開一個生意,這個對我來說幫助很大,所以我非常感謝Empire Consultancy給我這個機會, 以及多謝我學校聯絡了Empire Consultancy給我這個機會,多謝我學校聯絡了Empire Consultancy給我這個機會,多謝大家